你真的太懒了 这家什么都不做 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我真的很心累 你总是把时间浪费在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但生活中也是到处都和我 尽尽尽情 你总是有你自己的借口 对于孩子你也只是敷衍 我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 你都视而不见 我在外辛苦赚钱 换来的都是你的埋怨 你只是想着你自己 一点也不理解我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走下去了 有请就对秦瑞有请 男嘉宾小吃26岁来自河北 女嘉宾小想24岁来自河北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是他的上部 你是他的 结婚 复年 几个吧 俩娃 挺幸福的吗 来这儿是干嘛 考虑我们的矛盾 哎呦呦呦呦你看 真不起感情多好啊 一口同声 你们有什么矛盾 我觉得他太懒惰了 而且很没素质 就两个孩子也不关心 这应该送到学校去深造啊 关心学校不收啊 他要收的话 我就把他送到学校了 所以四位老师 今天你们任务中 那你来干嘛呢 我感觉我媳妇对我管得太严了 才让他懂点事 更懂我的 更理解我的 哦 你让他懂你 对 对对对 你说其实我早懂了 你要不提高 你就完了 是这意思吗 对啊 哦来 他素质怎么差呀 要提高哪些 比如说 他下了班以后 和老家 衣服就趴着扔在沙发上 也不管 我如果不去洗的话 他也不会去洗 那为什么衣服不能一身又洗完呢 那关键是洗衣机有限呀 你追得多了 也是分两次洗 而且花了时间长了 不就臭了吗 再说了 让你去洗了吗 是洗衣机工作 又没让你去洗 那你要求他干嘛 我想让他去洗一下衣服啊 那你还是让他去洗啊 对啊 他就不洗 他就放在那个里 等他臭了 就是你的要求是随换随洗 是这个意思吗 我就不听 背里等到那衣服的臭了 再去洗 我呢就想把这个衣服 堆在一起 然后一起去洗 哎呀 你就洗了不就完了吗 我先麻烦呢 这有啥麻烦呢 很累啊 我这平常过路也很忙 这有啥累的呀 请问洗衣服分几步 分好几步 你说说 我得把衣服脱下来 我得拿过去 我得抖过去 我还得倒洗衣粉 算一下 脱衣服做衣服 走过去算一步 到洗衣粉算一步 对 按洗衣机的开关算一步 这也算了 这太麻烦了 不就四步吗 他的量在呢 他得拿出来 哎呀 行吧 听不听话 就是 那如果我平常只为他去拖地嘛 他就坐在电脑旁边 打游戏 嘴上抚养我说 一会就去拖地 结果了 过去一个多半小时了 还没拖 关键是什么呀 关键是我拖完告诉他 不用你拖了 他还觉得我在嘲讽他 我觉得我一局游戏也就一个半小时 等我这局游戏打完了 我就去拖了 为什么非得不能等我一会儿呢 为什么非得要我现在去拖呢 一天有几个一个半小时组成 但我的时间很宝贵啊 我打游戏的时间很宝贵 是是是是 那一个半小时对你来说就是忘我的 对 特别宝贵的一段时间 好好好 一天能打几个小时的游戏 他基本上就在电脑旁边 一坐就一下午 你说我真不着急吗 不是还有俩娃吗 对啊 谁 谁管 我呀 他呢 都打游戏 不管 那娃不找他吗 都对他不亲 为什么找他呀 听句话扎心不 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嘛 我这一年也回不了家几次 所以这孩子平常 你们俩异地还 对 因为我的工作原因 我一直就在这个工地上门嘛 然后在高空上作业 高空作业的 对对对 比较危险 您是全职吗 对啊 他一年回家几趟 一个月回家一天吧 能不 孩子能亲吗 一回家 孩子亲三分钟热度 过去那三分钟电脑旁边了 那我明白 这就算懒 是吧 对啊 懒不懒嘛 再懒成什么样了 是 是 是 关键是 他不拖 我去拖 我跟他说了 你就在这电脑旁边 别要动了 待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他非不停 在我刚刚拖完的地 他非得走个几个脚印子 我还得再重新拖一遍 不 咱就别说拖地的事了吧 两个夫妻一个月见面一天 咱 咱 咱干嘛老 把关注点弄在洗衣服拖地上 懒这件事咱不说了 说说素质问题 素质怎么低了 那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嘛 他就特别爱大声风歌 唱着什么我也听不懂 旁边走个人都能听见 然后就回头看我们 你说我能不没面子吗 特别尴尬 我唱歌只是为了发现 我这个生活中的一部分压力 但说我唱歌也挺好听的 你哼两句 你卖菜的时候哼什么 我最喜欢唱的就是那个 《醉旋民族风》嘛 对 我可以唱那个可以吗 行 有 有的唱着 《醉旋民族风》 你说这能好听吗 就是完全自己唱的开心就行 对啊 就你跟他走在一起 你就唱《民族风》是吗 对啊 民族风 或者还有些别的歌之类的 你可以唱你的 但是别人在看我们哎 我的脸都烧起来了 尴尬 你不欣赏吗 我欣赏不了 太难听了 那你当时为什么嫁给他 一眼瞎了呗 现在眼睛又复明了是吧 更瞎了 更瞎了 哎呀 我这听着怎么 我觉得成果还挺幸福好 愿意哼歌算素质差 还有素质差的表现 那就是在公共场合嘛 有一次在念吃饭嘛 认为菜单上的图片 跟实际出来的不一样嘛 他就跟服务员吵起来 他吵得特别大声 我要了一份西红柿鸡蛋汤嘛 他那个宣传样上面显示有黄瓜 但是给我端上的没有 然后我就问他嘛 他就说我 你吃不起就不要在这吃 那我肯定很生气啊 我就跟他大声理论呢 然后他就说我这个 服务员说你 对啊 但是我们可以私下解决吗 为什么在那么多人的情况下解决呢 他没素质 我们就跟着一起没素质吗 是应该问啊 您这为什么没黄瓜呀 大声嚷嚷 周围都在看我们 好吧好吧好吧 这叫没素质 还有啥没素质的 在家没素质也是 顺外拉一袋就扔在桌子上 也不扔 还得我去扔 都抖得臭了 苍蝇都过来了 他也不去 他不就在家待一天吗 待一天他也得吃东西 那垃圾的我离 离我那比较远 我还得抖过去 太远了 我实在是不想动 就来回一分钟你都嫌远 那就在天下在床上躺着吧 行行行 这还是懒 跟素质高低没关系 咱说素质 还有啥素质不好的 你们家两个孩子什么品种 都是男孩 俩儿子 对啊 这不好带啊 这不好带啊 确实不好带啊 俩儿子打架吗 打呀肯定打呀 一个是刚四周 一个两周嘛 都是比较费劲的年代 对对对打打打 他参与不 这一天回来 不参与 他就看着那个是吗 对啊 好 那他回家来给孩子带玩具 带吃的什么吗 带呀 关键是他带玩具 他自己先玩一遍呀 玩腻了以后再给孩子玩 还说什么 啊这玩具根本就不好玩 因为我这个初年的原因嘛 我这个小时候很少有玩具玩 所以我就想玩下我儿子的 顺便给他捡下这个是 小零件之类的 怕脱落 怕孩子给误吞了 那挺好挺好挺好 关键是什么 他玩玩以后给孩子 那孩子他没玩够呢 就坏了 我也不知道是他玩坏的 还是孩子玩坏的呀 那只能说他买的质量不行啊 肯定不是我的原因呢 我也想买质量好的 一个质量好的八九百 我回来以后你不得说死我呀 说我又乱花你钱 那你怎么不想象你自己的问题呢 你自己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呀 每个月我的工资嘛 差不多就是一万块钱左右 他给孩子的花钱 差不多是七八千 他给孩子买双袜子 就能三四十 给我的一双袜子才两块钱 一个季度嘛 就是一个季度 一个春天 然后给孩子买衣服 就买个三四十件 没有必要啊 孩子在长身体啊 他过了这个年龄段 他就穿不了这个衣服了 这不太不肠浪费了 怎么没必要 别人家的孩子都穿着好好的 我也想让我的孩子穿好好的呀 你也不知道 你不管孩子 你根本不知道孩子 现在的花销有多贵呀 小儿子又小 还得喝奶粉 一桶奶粉都好几百 你关心过我吗 我怎么不关心你了 我每个月不是给你 生活的费用吗 这样还不够关心你吗 你怎么不理解 多理解理解我呢 你是把钱给我了 然后你就不管了 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 买什么 吃什么 喝什么 都是我在家里 花了完了 你又说 你怎么花得那么快 你这个医院 所有收入都给他 他管还是怎么着 基本上都是他管 我留五百 就是我们的 我的工作嘛 就是管吃管住的 都是五百块钱的烟钱 都不容易 对啊 他干活也不容易 带娃也不容易 还有啥投诉他的 那比如说我们家农村的嘛 肯定养羊啊 然后街里都是一个羊屎袋嘛 带着小儿子出门 他指着羊屎说 啊 这巧合力你吃吗 结果孩子真的捡起来 差点吃了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我就说了他 你一个当爸的 怎么能捉弄孩子呢 然后他说什么呀 谁知道孩子这么傻 你说我怎么不着急不 我也没想到啊 我也没想到会儿子 会真的捡起来 往嘴里送啊 我以为他只是捡起来 闻一下就可以了 暂说了 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肯定不会亲眼看着 我儿子把这个羊粪袋 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 你告诉我 我小时候肯定没有 那你小时候 你怎么都知道了 关键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啊 要是万一孩子 真的把他的话 记在心里了 怎么办呢 要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情况下 真的把羊屎袋 当成巧合力的吃了 这个问题还想过没有 吃了就吃了 哎呀 没事了 不说了呀 知道了 还行吧 爹 说明跟儿子还有小互动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我平常 照顾两个孩子嘛 照顾不过来 就是要让他妈 帮忙照顾一下 结果他妈怎么跟我说呢 说我没有照顾孩子的义务啊 你得给我扬养费 生活费嘛 我才能帮忙 帮忙你照顾孩子 然后我就因为这 给他吵了一顿 这你跟他吵啥呀 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吵呢 他是我丈夫 不 这有啥好吵的呢 我觉得 子女赡养父母 是子女的义务啊 法律规定的呀 他不给你带孩子 你也应该给他钱啊 但是我坐月的时候 他妈也没有关心过我呀 没有照顾我呀 都是我妈在照顾我呀 就跟你坐月子 和照顾她是两件事 那是他妈 他作为他儿子 是要赡养他母亲的 你作为他媳妇 你们两个人 一家就要赡养老人的吗 这也吵 这个我道理我懂啊 我也不是说不给啊 我就是想 我照顾不过来 他又不帮我照顾 我两个孩子 我照顾过来了吗 所以说我才想让他妈帮忙 照顾一下呀 所以难 对啊 听懂了 那今天来道理干吗呢 就是让他不要那么懒 对孩子也上点心嘛 多关心关心我一下 其实就是让他一年里面 装个十二天呗 我听点意思 对 是吧 嗯 你去十二天就装不了啊 不是 主要 一个月才回家一天嘛 主要是我这个 我的工作不是太危险吗 我平常的生活 压力就很大 在上面呢 精神高度集中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高空作业 就是那房顶 打板金属屋面之类的 必须的精神高度集中嘛 然后回到家 我就想放松放松 给我自己一点休闲的时间 那你平常在工地上的时候 你们一天没有放松时间吗 太少了 都是风吹一晒的 在那顶着大太阳 在那上面 冬天的时候还特别冷 寒风刺骨 但是他怎么休息的呢 在家 我做好午饭嘛 有时候他回到家下班 比较累吃饭嘛 孩子在哭 我先照顾 我心疼他 让他先吃饭 结果 他一个饭吃了一个半小时了 还没吃完 我能不着急吗 我就说了他一顿 他才吃完的 我回家了之后 我就想要享受一点慢生活 我不想生活的节奏太快了 所以我就吃饭比较慢 所以他一个月回来一天 对你来说是挺灾难的一天 是吧 你希望他回家吗 希望啊 希望他回家 但是我希望他回家以后 不是这样的呀 毕竟他一个月 一年 叫孩子 还见不了几个面呢 他对孩子都不亲 小儿子都两周了 爸爸都不会含 你说我能不亲含吗 所以你希望他怎么做 我只希望平常 他回到家以后 不要那么打游戏了呀 多陪陪孩子 然后时不时的关心我一下呀 要求他也不高啊 对啊 这不高他还办不了呢 那你希望你回家之后 是一个什么顶项呢 我希望我回家之后 我的两个儿子都在我们的身边 我不想让我的儿子 在我的父母那边 现在不是他在带吗 怎么会在父母呢 我一直想让他看着 因为我这个孩子 在我们父母的身边 得到教育 什么意思 我还没听懂 偶尔他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说 我把孩子放我 我们到那儿去了 你也应该让他喘口气啊 但是我回家之后 我一直也在帮他看孩子了 只是他不满意而已 所以其实你对他 没有别的要求 要求有啊 我就想多理解理解我 请问提问 我这个挣钱的不容易吗 省着花钱 对对 明白了 那怎么就算改造好了 帮助好了呢 那就是平常没事 帮我做一下家务 平常没事 不就那一天吗 一天帮我做一下家务 还圆满 就一天 他都在那店旁边 一待就一天 我就想他不要打电话 对他来说 回家就是打游戏 对 那你其实完全这一天 可以不回家呀 找个网马打一天游戏 还没人管 那我回家之后 我可以见到我的儿子 但是你在打游戏啊 你也见不到他 那我儿子最起码在我身边 找我妈去 看了我有心理高兴的 打你你心里是高兴的 对 游戏界了 我正来努力尝试 听起来其实就是生活里面的 小辛酸啊 我们不及相望那个场景啊 就一对夫妻一个月 只能见面一会儿 只有一天的相继 就是在这一天里 日子好像过得让两个人 都不出来 对 妻子觉得你不够关心我 丈夫同事心里也觉得 你不关心我 不体谅我 妻子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懒 丈夫会觉得我都这样了 你还让我干什么 对吧 对 丈夫心里想着回家 孩子就能围在我的身边 亲切地叫我爹 妻子想的是说 你连一天的时间 都不给他们做互助 他们怎么可能跟你亲 是吧 是 所以在这24小时里面 是各种矛盾通缺 是不是 对 还挺难办的 老师们 你们是生活的智者 你们给支支招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人软度 我跟他说 你会不会看 我做什么事 我跟他说 你怎么办 我跟他说 你 你 我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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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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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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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旦回到家里了以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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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